那转轮盘的功用是比如说我们要选人来回答 或者是我们要分组讨论我有几个题目 然后我要指定哪一组去做哪一个题目 那就用随机的方式 就像那个俄罗斯轮盘那个一样 那我们各位都不用做笔记 我有帮各位做了 那个做法的部分在这边 我有一些常用的例子 在讲义里面的应用情境里面的电脑板 做教材的阶段这边 比如说那个命运转轮盘 命运转轮盘它有几个部分 首先你要画一个圆形图 然后切等份 切完等份之后你去着色填字 就是第一题在哪一块 第二题在哪一块 然后把它群组起来变成一个物件 变成同一个物件 然后你要画一个指标 然后把那个指标固定起来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简报的时候 去旋转那个命运转轮盘 好那这个所以你不用记步骤 步骤我写在这边 那待会呢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让各位知道说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运用的话各位自己可以想象情境去运用 然后我再回过头来慢慢教各位一步一步做 好所以首先呢我会先画基本图形 所以我点这个基本图形 那基本图形里面呢我这个是圆盘嘛 转那个轮盘所以我点圆形 基本图形的圆形 然后我拉一个圆形 拉一个圆形出来 那圆形这个物件呢 我把它做平均切等份 好这数学课很好用 平均切等份 好那你要切成几份 假设我有五个人或者我有五个题目 那我就切成五等份 好他就平均切好了 切好之后我要着色 所以我就在选取模式 选取模式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选到了 把它选起来 这边有着色的呗 好那这个是填中间的颜色 好那我可以 我如果刚刚 我没有刚刚全选的话 我可以分别每一块填不同的颜色 好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填 这个是线的颜色 这个是图的颜色 我就一块一块我给它填不一样的颜色 好那你填好之后呢 我要把那个座号或者题目打在上面 对不对 这时候就会使用我们的文字功能 文字功能 然后直接把它输入 这是第一组 这是一号同学 那一样选择工具 选到它 把它拉大 一号 然后我一样可以用电脑的Ctrl-C Ctrl-V 有没有 先把一样大小的东西贴到它的位置上 然后我再点两下去改字的内容 好这个是2 第二题放在这边 第三题的内容 我也可以把那个题目的内容打进去 用文字打进去都可以 好那当你把它画好之后 各位现在是一个圆盘的图 那所以我希望把它结合在一起 如果你不群组在一起的话 等一下转的时候会整个整个乱掉散掉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点一下这个选取工具 把刚刚所有你画到的东西都要选到 都要经过 整个选取来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群组 进行群组 我再选一次 把你刚刚画的东西都要碰到 然后这里群组我就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它就会变成是同一个物件 变成同一个物件 你转轮盘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说现在转到谁 所以我需要做一个指标在这边 那我一样我就用简单的三角形 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做一下旋转 指到这个位置 把它移到这边 那这个位置要锁定 所以不能让它乱跑 所以我就把它锁定 这是锁定它的位置 它就不能乱动了 好当你做好这个东西之后 你可以再播放 就是这是你的教材 教材做好之后 我把它切换到播放模式 简报模式 那这时候学生就可以点 学生就可以点一下 这里就只剩一个旋转的功能 所以我就点一下 它就开始转 好 命运转轮盘 恭喜二号同学 请你上台说明 所以我把它叫做 就是命运转盘 所以做法就是刚刚 类似刚刚那样的功能 那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放学生的号码 那当然它也有那个选号的小工具 也有骰子在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 那这个是我们用 我们是为了让各位熟悉这些基本功能 所以抓一个这样的出来 做讲解 简单的绘图工具 好那这个部分 各位应该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请各位照着我的步骤来啰 我切换到下一页